保住 必须这样吗 韩小姐 陆总本来想亲自召开记者发布会 来澄清这件事情 可考虑到 陆氏集团单方面的澄清 会对韩小姐你的声誉和名誉 造成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才来和韩小姐沟通 只要我们能够达成统一的 感谢观看 我们今天要去哪儿 我这几天啊 发现一家特别好玩的酒吧 正好没有陆薄言 咱们两姐妹呢可以好好喝一杯 继续帮你找找灵感 又喝 干脆我们去书店吧 那都无聊啊 我才不要去 简安 爸 所以你和韩若曦交代清楚了吗 已经都交代清楚了 保证统一口径 和您一个清白 喂 喂 陆总 简安被他爸抓去继承内衣公司了 你快想想办法呀 那怎么回事 都报上了 报得好近啊 你跟陆薄言的婚姻是不是有问题 爸 没有的事 那个陆薄言和韩若曦 只是朋友吃个饭而已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的媒体就喜欢夸大事实 这陆薄言和韩若曦的绯闻还少吗 我翻了过去几年的新闻 全是他俩的绯闻 有鼻子有眼 我是看你们俩领了结婚证 才相信你们俩青梅竹马 破镜重圆的故事 骗子 两个小骗子骗老骗子 再骗我 就胡说 我们是真爱 别装了 装傻 织女莫若夫 赶紧和她离婚 老老实实回来继承苏氏丽人 爸 不是说结了婚 就不用回家继承公司了吗 那你结的这是个什么婚呢 刚结婚你就绿了 趁早结婚 把她给我签了 我才不要签呢 老板爷 你欺负我女儿的事情 我不多说 从今往后 咱们两家再无瓜葛 薄言 你赶紧告诉咱们爸 简安是我的妻子 永远都是 这些只不过是媒体的造谣 爸 你不会那么容易就相信了吧 那 你怎么证明 绯闻的事情 你很快就能看到新闻了 简安 我就现在走了 你 苏总 这儿 你干嘛 放开我 还没出公司呢 做戏得做全 医生 好 我觉得我病还没好 我不能出院啊 江少凯 你的身体很健康 完全没有必要再住院了 我突然间的心口好痛 我觉得我快死了 我需要引起 医生救救我 医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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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